哈喽大家好我是你们的陈老师啊 本期跑跑卡丁车时候视频 咱们来玩一下这个免费的酷币车摩托艇啊 这个车其实我也是刚刚才买到的啊 让我挑选一把啊 尽可能挑选一把 相对来说就是能发挥出这辆车的性能的啊 因为这个车的话就是呃 还是不错的啊 被水炸弹命中的话 会这个高概率获得这个苍蝇 苍蝇释放的时候 命中对手百分百会获得护盾 还会有一定的概率获得这个弹体啊 还不错啊 这个在免费车里面 开机咱们直接加速冲上去啊 这场比赛对手是真人 先跟大家说一下 有个闷之箱这个车直接开机导弹 哎呦 开机的话陈老师我就被就被打了 但是没关系 咱们加速加一下 这一期的话 我这一期特地选择了这个蓝色服饰的这个皮蛋啊 配这个车这样子比较搭配一点 是不是啊 这不陈老师留个有个磁铁啊 这个磁铁我留着 我想留着最后用 因为个人道具站的偶然性很大 我想到最后的时候啊 冲上去啊 最后的 因为我没有想到 我不确定我能不能一直保证领先 你看队友 后面的人都这么慢 那么就直接冲上去了 好 吃了个护盾 这波飘一飘在对面有导弹打我啊 直接守住啊 赶紧你们追上来 哎好 这一波放个香蕉皮啊 然后往前走 这一波 哎 后面的话人是不见踪影了 已经是我 我的话已经是变成了第一集团了 开 直接再次吃了一个道具 然后放香蕉皮 又是被导弹击中 好 后面的第二集团总算是追上来了 但是陈老师 我估计这波惨了 要被打死了 好 放个彩云 你看这个后面的集团 你追上了 追不上了 对吧 好 总算应该要追上 这波他们开始追上了 但我这个磁铁还是留着啊 没有用啊 因为第一名离我太近了啊 等到最后的时候 我万一第一名被打下去了 我还有个磁铁可以超过来 所以我那时候是这么想的 好 直接再放个导弹 好 这波 但是呢 我非常灵符 我们陈老师 这波又吃到一个护盾 因为我再次又非常轻松的 拿到了第一名啊 这波再次守住一下 这颗导弹 让我直接冲啊 赶紧打死我 打死我 否则我这个太轻松了 好 这一波 好的 先这个我这个护 护盾我先省着不用啊 好 哇靠 被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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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波真的是被打死了 哎呦 被打死了 但是哎 总算是超过我了 总算是超过 又吃了一个鬼头 哎 这边方向弄出了 没关系啊 好 这波打我的手一下 再吃一个蝶姐 我又变成第一名了 真的是醉了 打死我呀 我这个黄金珠珠宠物呢 是有60%的概率 获得这个护盾的啊 好 改紧冲一下 冲一波 这波再吃个道具 然后又有个护盾 护盾守一波 好的 行 没问题啊 再看一下 再放个上蕉皮 这一波再冲一下 对面感觉 这感觉是人机 其实最后 结算下来应该是真人啊 这个分数来看 这波毫不费力 拿了个第一啊 哎呦 真的对手太弱了 笑死我了 你看从这个进攻来看的话 对是对面的话 应该是真人比较多啊 人机打人 没有这么狠吧 但是还是很轻松的 第一波 这个磁铁都没用到 到最后 这个闷之箱 你玩的真的太烂了 还有这钢琴车也是一样的 这场竞技赛 竞技赛 其实这个道具赛 打到最高的地方 也是非常轻松的 你这么慢慢磨就可以的 因为陈老师 我是刚刚回归 也是不久 看一下我是不是 全场的MVP 虽然我是第一名 MVP是我们的第三名 行 那我们下个视频再见了 拜拜